253. 《文匯報》 經濟放緩美加息細江 2015年7月27日投資理財B06數碼收發站司馬勁中歐7月製造業PMI放緩 特別是中國江復元比喻其大 引發上週五美股三大指數急跌約1% 導致退至17568 跌163點 納指跌至5088 跌58點 美國6月新屋銷售48.2萬間 為7個月內低點 引致美元自高位回落 抵消了之前首次新領失業救濟人數大減的利好消息 為本州聯儲局會議的議息聲明傾向不急於加息操持 港股上週退至25129 在美股跌時下,今天港股在考驗250天線24957支持 基於週四為期止結算 調24、925300會成為本州的好淡增持範圍 仍有利中線級納即優國策股 司馬敬美股導致至距離歷史高峰約1% 直科網股規則差於預期及優履全球經濟放緩的氛圍下 連日急跌調整,對美股而言認熟健康 而聯儲局提早於9月加息的機會以大為下降 風險資金仍將在歐、日超寬鬆及中國持續減息的前提下 續在股、債市等尋求高回報 資金流向有利亞洲股市 相對抗跌的走勢會持續 美國6月份新股銷售48.2萬間 遠低於預期的51.7萬間 為7個月來新低 反映了美國樓市復甦仍存在不確定性 對經濟增長動力仍構成阻力 最新的數據大為抵消了上週四首次新領失業救濟人數25.5萬 遠小於預期的51.7萬人 對市場預期9月加息帶來降溫作用 何況中國、歐洲經濟數據均顯示進一步放緩 美聯儲局對9月加息帶來的影響 亦不得不有所考慮 總括而言 本州聯儲局以色聲明 料不會有提早加息的觀點 更可能保持於6月以色聲明相約的觀點 維持不急於加息的稅池 內地方面 在7月製造業PMI初值急降後 國務院辦公室上週五發佈關於 促進進出口穩定增長的藥乾意見 更特別強調保持人民幣匯率在合理均衡水平基本穩定 以進一步改善外貿環境 以確保中國的工商外貿在歐美等外 需上皮肉的劣境底下 維持相對穩勢 人民幣料回軟離出口 航運股上述有關人民幣匯率的說法 暗示人民幣短期將情偏遠發展以利出口 事實上 中國五月、六月份出口出現溫和回升 唐人民幣匯率回軟 將有座出口回升勢頭 對出口 航運股族有利 此外 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報上週新聞發布會顯示 全國共有13個地區調整了最低工資標準 平均增幅13.5% 內地人均收入持續雙位數上升 對消費及固定投資有利好支持 在 股股災後 內訪成交反而增加 反映市場資金轉向置業及房產投資 最新公佈的最低工資標準上升 有利內訪股前景 以擁有全國性流盤資源的內訪股如 J.地產3333 中國海外0688等可看高一線 由於 治療者資金轉向 各地的基礎 不足 成功